中央电视台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体育频道 为您并级直播的第5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女子团体的决赛是由中国队对新加坡队 大家看到第一盘出场的运动员是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一号的丁宁 对新加坡的冯天威 我们还记得两年前在莫斯科的视频赛上 中国队是1比3赋予了新加坡 今天终于又迎来了一次大好的时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 那么今天出场阵容是冯天威队丁宁 王岳谷队李小霞 李嘉威队郭岳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参与短信互动 全国手机用户均可发送8-1066-9999-082 将有5名幸运观众获得精品运动礼包 以及洋河蓝色经典提供的天之蓝大礼盒 准备 一起 一起 揉Cre 61-19800-1064-13amat 群千毁 从前没打高球 这个球擦网了 那么为了更好的介绍这场女团的决赛呢 我们还是请黄标领队一起参与我们的解说评论 黄标领队 我记得在莫斯科时评赛的时候丁宁是输了一分 是的 那么今天呢丁宁担任的是第一场和第五场二号单打的位置 这场球可以说中国女队等了两年 自从莫斯科失利以后一直在要打这场球 今天终于在多特蒙德在相议 是的 在莫斯科失利之后呢 中国队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个新加坡队 但是当然这四次比赛不能和世锦赛决赛来相比 所以中国女队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是的 大 banana 大快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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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丁宁再拉 反手拉起来 这个球 这个球确实 我们看一看 远台的很低的反手 而且很有力量的拉球 冯建威其实这次比赛 他还输了几场球 一场是输给了荷兰的李焦2比3 后来呢 在对德国的时候0比3 输给了1万新 1 3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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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之前 新加坡队的主教练 周树孙指导也是很低调 说跟中国队的希望很渺小 只有1%的希望 那么他说近100%的努力 丁宁和冯天威的这个球路 他们有些不一样 丁宁的球呢 他中远台 另外他的板数回合 底劲都是要好于冯天威 但冯天威呢 他站位比较近 速度呢 要稍稍快于丁宁 我们看到冯天威 这个阶段在落后情况下 又反超领先一分 他还是有些变化的 他的这个经验看来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新加坡队上来以后 一看这个心态还是比较轻松 对 那他毕竟打中国队 不像前面我们看到了 打其他队 他们那个打的那个紧 其实很多水平也不高了 但打得很紧张 但打我 跟中国队打 相对他的心态是放得比较轻松的 还有 丁宁反拉 侧身 丁宁转过来 丁宁往前上 往前靠 继续对拉 丁宁还有 丁宁拉住 丁宁放高球 反手放住 兜住 继续兜 还有 丁宁坚持 丁宁 丁宁 丁宁上来好球 漂亮 非常棒 丁宁太出色了 这个球真是 这个球打了十 可能有十六七个回合 丁宁打出了 中国乒乓球的气势和优势 这个球我们看到丁宁 他以一个超人的顽强的斗志 拿到了这宝贵的一分 而且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人在这时候就拼一口气 到最后丁宁还是顶住了 现在丁宁还落后一分 七比八 我们看到丁宁这个阶段 手没有软 出手还是比较果断 包括刚才那个时候 在演他一直在放 加油 加油 接发球的时候 这个球是一个不转 刚刚出台的球 叮咛的是抢拉的时候出界 这个球其实是一个主动挖的时候 但是球呢又比较拱 比较高一个拱 就当出手的时候呢 有点犹豫了一下 好的 好久 丁宁的这个毅力和韧劲 特别是在最后关头能够坚持 就像张宁宁的打球风格 总比对方多一板 这个球 丁宁我觉得 其实看着这球难度不大 他能不能磕一下 或者立一下这个球 接了两个失误 现在十比十一 出来 再来关注一下 丁宁的这个接发球 特别是中间短的 不转球 丁宁搓长 防一板 有了 这个直线拔得非常好 力量不算大 但是他的这个合力合得好 进入球的时候 第二个落点比较好 一合力顺势拔了一个直线 现在丁宁举点 12比11 黄磊现在就是丁宁啊 他在相持或者被动 然后防御转攻 都还可以 但是有时候对方主动给他一个让他攻的时候 有时候有时候会失误 对 所以这个节奏有变化的时候 他要调节脚步 到边下 他要调节奏 在此 他要调节奏 4 4 作为左手来讲,你要给到直线位去。 好球。 14比12。 其实这一球是非常的关键。 是,因为是开局,而且呢,有几个气势球。 在场上的叮咛特别顽强,能够拿下第一局。 关键是那个放高球。 那个赢了以后呢,整个的士气上来了。 而且那个时候在落后的情况下。 是的,我们还是休息一下,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为您带来视频赛女团决赛的直播。 这是第一盘,丁宁队冯天威。 中国女队呢,在视频赛当中啊,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而且未失一局。 那么在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是3比0,胜了波兰。 3比1,战胜了中国香港晋级道决赛的。 新加坡女队呢,也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第二阶段。 那么在四强争夺战的时候呢,她们是3比2,战胜了德国队。 好球。 太漂亮了。 确实今天丁宁从场上来讲,我觉得虽然说也有过这个不好的阶段, 但是从整体来讲,还是比较硬朗的。 是。 我们看到丁宁今天的这种表现。 不管对手是多么强大,丁宁呢,还是会打败对手。 就这样一种信念,带给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精神。 二平。 漂亮。 新加坡女队呢,在前面第二阶段就经历了两场恶战。 可以说是两个3比2,进入到今天的女团决赛。 其中是3比2战胜德国,3比2战胜了韩国队,晋级到女团决赛。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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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黄连队我想现在丁宁啊在这个前三板的抢拉上面可以加强一些不需要就上来就拼回合拼到最后一板您觉得呢 对就说在机会的时候还是要对要加强你的进攻一个就像刚才一样 他这个点可以稍微快一点加点的速度 第二个也就在正手还要该上手该发强该其他球该上手要上手要打乱一下 现在他们两个打得比较平平两个都是差不多 匀速匀速也是在交足一个状态 现在双方第二句七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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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是反手制造弧线的时候太高了 球出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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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天威的正反手也很平均 没有特别明显的漏洞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丁宁呢 在给球的时候要注意落点和质量 才能打开缺口 现在9比8 8比9 丁宁正手第二板 法里 这个球啊正好拉到了对方的反手 胸前位 而且丁宁呢还还在想着连续 如果碰到机会 如果能够一板下狠手 那就完全可以去再胸一些 11比8 西加坡 现在的黄天威搬回了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一瓶 好的 多多数 救急快 迎回能比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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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 3 4 2 2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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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多次给大家介绍了 在两年前的莫斯科世评赛当中 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1比3 赋予了新加坡女队 无缘九连贯 可以说这两年的时间 中国女队等待的就是今天的决赛 出来 很好 其实现在丁宁啊 他还是一个就是 让我们教练和领导 最放心的一个选手 在女队当中比较稳定 对他这种波动不会太大 基本上他的技术水平能够发挥出来 通常这种局面啊 丁宁一个是手不要松 再一个就是为下一局 要提前做准备 不管是技战术的使用 还是心理上 这局打得比较活 而且呢 有变化 一个速度加强 第二个 在相似起来给阵守 在调反守 刚才过多的跟阵守 跟对方在比反守 不敢去阵守 所以这一局最大一个成功上来 他点开了 给阵守 啪啪啪 给完再回 回来再给 不是跟你一位就逗去 那他站着来打定 都有今天 我で出售一下 咕啪啪 咕啪啪 这两个擦网球 现在比分是10比4 11比4 定宁拿下了第三局 2比1领先 黄领队我看这局里面 就是到了10比0的时候 定宁还是 讲这个风格 发丢了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也会影响 到他后面的几分 对一般来讲 就是说在运动员 在他们企业运动员 都有一个良好的素质 就是说当达到10比0的时候 一般大家都有个面子 对吧 我放一分 但是在运动员也要看对手 那如果是对手知道 人家办理一分了 那么自己就结束绑 我们打下去 那你要说后面 而且他一直跟你很认真 打你几个 把你一下拘紧了 自己一下又再紧了 这个时候是会把自己 这个阶段打乱了 但我刚才看到了 定宁给了一分 给的真的很不错 但龙天威 并没有后面 都还是相赢的 所以打到4的时候 其实已经把定宁打得紧张了 如果在决战中的话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还得去 该狠的时候 一定要狠 你看对手是什么样 那么从技术上 我们看到第三局 丁宁是加快了速度 另外把线路和落点 打得更加开了 现在丁宁的是2比1领线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情况 好的 这一局我觉得 战术上来以后 坚持还是不错 他在第二局的时候 第三局的时候 这个定宁啊 这个战术 是有很大变化的 一个是点快了 第二个 从正手突破 再回反手 好的 防住 定宁防住 压反手 转拉 变斜线 再变 对 还是个正手 对的 以正手多 反手少 相互配合 这个战术是对的 所以其实在 第一局 第二局上来的球啊 这个从战术上 还是有些问题的 那老在跟对方对 一直在对反手 没有更多的突破 那这样的话 你一直给他正手以后 你是反手 这个左手 那脚都给开以后 这个马上就出现了空弹了 对 就活了 对 长球 那这个时候 对方可能要搏了 也就是说要搏杀了 因为这个时候自己要注意 也不要慌 他搏到一两个 那给他 没关系的 好的 这个就变得比较好了 啪啪啪 林素给突然给你反手 他也没准备 这也是丁宁和冯天威一个 基本功的大比拼 我们看到他们都有深厚的功底 这种回合在这么快的速度当中 还能打那么多把 他现在可能一个 他要搏杀 第二个 他可能要撕丁丁的正手位 所以丁丁要注意正手的保护 好的 丁宁啊 他现在就是 在相识当中 他可快可慢 我们看到他 他在远台 他也能防着冯天威 那么在近台 他也能加速度 这一点上我想 丁宁确实是相当全面 其次呢 我想在前三板 就是发球抢攻上 丁宁如果再有点这个作为的话 会更好 现在周树森指导 是叫了暂停了 周树森是前北京女队主教练 今年将近70岁了 我们说他只退不休 并且在这场比赛之前 他每次都特别低调 他说我们跟中国队打 只有1%的希望 但是我们会进100%的努力 但是可能 其实这个话我们也听到 但是从我们队员来讲 我们没有去 把他这个话 去认真去思考 因为任何东西都这样 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准备会上 也提到一个 对客观外界的这种干扰 观众的干扰 裁判的误判 包括媒体 说这个说那个 包括对手 包括这对手一面 有可能都是中国人 他上来以后跟你评 或者甚至有些话 过来说你一句话 跟你心里面挺别扭的 等等这些 因素 我们都要考虑进去 不要去受这种干扰去 现在比分是2比5 哦漂亮 他现在开始侧身了 开始用正手了 洪天威 他往往就是在这落后的时候 他就拼命要侧身 要用正手 用正手呢 使得对方来怕他 那这个时候 丁宁还是要稳 不要怕他 漂亮 漂亮 哦 丁宁他加强的变化 这个球又有变化 又有节奏 是 现在最主要 重要的一点 就是冯天威在进攻的时候 他打不死丁宁 所以这一点上 就是说丁宁在能防守上面 能防住他 再有一些进攻的技术 7比2 中间短的 这样比分拉得更开了 丁宁在这个防守段中 他可以转换 对吧 就攻防他能够转换的 还是不错的 对不着急 打得很好 对吧 对方已经退台了 虽然过来的球有机会 但不好发的 我还是先贴过去 贴到防守 因为对方毕竟在远台了 所以节奏掌握得比较好 对方的油肥团队在远台上 对方已经退台了 对方已经退台了 好吗 对方的油肥团队在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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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丁宁拿到赛点 10比3 11比3 3比1的比分 战胜了新加坡的冯天威 为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 先拿到了第一分的胜利 我们说万事开头难 丁宁今天开了一个好头 确实 自产球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咱们回头想 第一级上来输了 对 这个时候的压力和这种心态的 变化是很容易 第二局 在落后赢回来了 也是很关键的 第二局赢回来以后 到后面能够仍然 丁宁 而且在技战术 在心里的这种硬栏上面 能够去保持 能去变去 这一点 使到后面 把整个局面 打活了 打活了 而且转换回来了 这场球 可以说 对中国队后面的比赛 是起到了一个很积极的作用的 甚至可以说 当然得等比赛打完 决定性的作用 也有可能 当然了 我们今天在准备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说过 万一我们就像莫斯科一样 莫斯科也是一样 第一场下来我们输了 输了以后 紧接着把我们乱了 所以第一场很重要 但是今天我们是 就是即便我们地产输了 我们第二个人 一定不要去受影响 一定要去往前冲 这些工作我们也是在做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第二盘的担打呢 我们才谈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